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拍了个影片 就配了一个软体送给他选择的音乐的其中的一个音乐 然后丢到了脸书上 然后就被脸书直接删掉 说音乐侵权 是 那我是用了一个合法的软体在做的 对 但是你这个合法的软体 是用一个不合法或是没有授权的这个音乐 所以这也是变成不合法 即使App里面的音乐都未必是合法授权的 对 因为好比说我刚刚有App的话 但是我没有去买这个copyright 没有去跟这个音乐买这个授权的话 那我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合法的 如果我用它这个音乐做出来的东西 留在我自己看看就可以 但如果我一旦把它 pull上网了 跟大家分享 那基本上就是得公开播映了 对 这就是不合法 因为你没有买这个版权 这个我觉得好像在网络世界上 这种情形成诸不穷 也许最近非常容易所谓直播 那有人说直播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然后大家可以打赏 对 可以赚钱 对 那很多人是由唱歌 来做直播的动作 那这个算不算侵权 你万一假如是说你今天唱歌 然后直播 然后人家给你打赏是因为你唱歌 而且他唯一看你 然后给你打赏是只有这个 purpose 对不对 那这是侵权的 因为你没有其他 他来看你不是因为你好看 没有其他的利益 这样子 但是就是万一说你今天 我只是给你打赏是你唱很难听 或者是说你讲话我都给你打赏的话 对不对 那这就没有侵权了 所以如果我在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就不要只唱歌 我偶尔也讲讲话 对 然后也聊聊天 然后再唱唱歌 也砍你计较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证明 人家来给我打赏 不是为了只来听我唱歌的 没错 对 但是你要知道说唱歌的话 你必须是没有音乐的 你不可以说 轻唱 对 你必须轻唱 你不能说你开一个收音机 然后或者是说你 用卡拉OK 对 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都是侵权别人的制作权 那如果我不打赏呢 我就喜欢唱给大家听 那这样子算不算 我不做生意 你不做生意的话 这样就不算是侵权的 但是也就是看说 你是在哪个平台用的 好比是说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在用Facebook Live 对不对 我的平台是Facebook 对不对 那可能这个唱片的Copyright Holder 他就要叫Facebook拿下来 但是我还记得 我今天这个平台的话 对不对 是我跟 我打电话给我个朋友 然后我们两个在FaceTime 那只有我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 或者是我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 跟他那个房间可以看到 OK 那这样就没有侵权的 OK 就是属于比较limited 小众还是大众 对 那如果说是Background Music 如果今天我是跳舞 或者是我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用Background Music 用了一首歌曲 那这样算不算 煮饭 我在煮饭 对 你在煮饭的话 对不对 那你就是必须要说 你这个音乐的credit 是给 就打个字幕 打个字幕 对 那有些假如是说 你这个人家会来 subscribe in the video 因为你煮饭煮得很好 对 就你又有sponsor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有 financial上面的 就有收入了 你收入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必须最好是 是跟唱片公司 买这个音乐的版权 讲到这个 如果像网路上 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红 他唱的就是所谓的翻唱歌曲 那 so cover 是不是 对 那基本上 他可能上百万人点阅 他一定有钱 那他们怎么 他们应该怎么去保障他自己 不然他是不是也侵权了 yes 他usually 他们都会去买这首歌的release 就是买他的copyright 那他的copyright 他会就是买的说 我不是要播放你这首歌 我不是说我买你这首歌 我要播放在我的酒吧 我的餐馆 我买你的版权是我要来重唱 翻唱 翻唱的话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有另外一种 因为你只要去买这个版权的话 对不对 版权它有很多种 而且它的费用也不一样 他版权公司会知道说 你今天是做什么的利益 你万一今天是个 like我刚刚讲的说 是个餐馆 是个hotel好了 对不对 那你当然就是 他要求的钱是很多 还是你万一今天说 我今天只是要在我的YouTube page 上面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价钱就会不一样了 刚刚律师讲了一个重点 餐馆 饭店 而且播放音乐都要买版权 对 就是大众播放 那我今天如果办一个婚礼 对 办一个birthday party 那我也请很多人 我要放音乐 这个也需要买到版权吗 这时候就要看你的DJ 有没有买这个版权 看DJ 或者是你的这个 主办单位 有没有买这个版权 这样子 但是好比说 往往就是说 我们会碰到客人 会问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结婚 那他们结婚 有做waiting video 他们waiting video 他们去选歌 然后他们自己剪接 然后放在 然后 网站上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然后很快就被拿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有买这个版权 OK 所以个人也可以去申请版权 然后做个人的使用 你个人 只要公开播映 就需要有版权 所以你就必须去跟那个唱片公司 买这首歌的版权 这样子 那如果把这个 比如说想结婚录影带 我剪接好了 押成DVD 送给大家 这样OK吗 不可以 也不可以 你只要变成大众传播 对 那我没有收钱 好比这样子好 我万一自己做剪接 我万一自己选音乐 我只给我老婆看而已 这样就不侵权了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看得到 所以你那个DVD 如果只给20个人就没差 对对对对对 如果给200个人就要小心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今天我给我朋友 那朋友再帮我PO上去 或朋友再帮我去转送的话 那怎么办 这就是你就侵权到 就是侵权 就是侵权到别人的版权 对不对 我们有个客人 对不对 他就是他跟他的结婚的地点 有争执口角 就是说他们到最后 合约的时候不不不 就是有 有争执就对了 那就后来那一个 结婚的地方 也对他们的态度 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的朋友 他是在一个大唱片公司做的 他就去那一天 对不对 他们那个婚礼的地点 使用的音乐 有没有 在他们公司登记版权 对不对 那就刚好就是在他们公司 就是有一首就是 Beatles 知名的音 知名的 那就后来他就 再用那几秒 对不对 就用这个来起诉那家 那一个 所以就是要谨慎 那有没有所谓使用的时间限制 比如像今天这个人 他有没有 就是30秒而已 30秒而已 那就是不管用多久都算清泉 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你只要第三者听到音乐 然后有办法知道说是谁的话 就好比是2秒3秒都算是清泉的 所以 你去找那种神曲 就随便都听得到 他冷门的可能听不到 这意思就对了 对 没错 所以呢 大家可是是要小心的 哪一天你的视频突然不见了 或突然拿个信说要你付反权费 你不要意外 因为不经意的时候都会清泉 对 对不对 以为来源是正当的 结果没有想到权利在自己要处理 就像今天这个例子 他到一个APP上面去 用他们提供的音乐都清泉 反权是要自己照顾自己 要保障自己的 好 谢谢律师 也欢迎各位朋友 对于法律有任何疑难杂症 都可以投入到《星导日报》 王宗宏律师会与您做解答 谢谢 谢谢